農曆大年初五 剛好也是夕陽情人節 兩隻黃色小鴨 在18號碼頭甜蜜相會 鴨嘴對鴨嘴 借位Kiss 大批遊客都來朝聖 他們今天會好了 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角度看 雙鴨輕輕放閃 在情人節這天 讓人看了心裡也甜甜的 初五是春節連假的最後一天 人潮多到爆 而遊客來看小鴨 頭上不免俗 也要夾一隻小小鴨 好像是70塊 這個價格你覺得呢 很OK 因為它滿特別 它上面有那個 自己做的裝飾 對啦 為什麼要走啊 對啦 那來了嗎 一看到場地工作人員就閃 邊賣邊四處張望 就怕下一秒又被驅趕 攤商全聚集到角落 放野望去高雄港四周圍 至少有30攤以上 都在賣黃色小鴨的周邊商品 這些商家沒有固定攤位 全背在身上賣 小鴨髮夾賣50 頭上有裝飾的 一直要價80元 不過攤商自知商標沒授權 冒險出來賣 都是為了搶賺這一波過年財 不只周邊很夯 商品只要跟小鴨扯上邊 生意都特別好 黃色小鴨造型雞蛋糕 大排長龍 還有馬鈴糖 小鴨芝麻包 甚至連球鞋 都是小鴨圖案 我覺得很可愛 小朋友應該會蠻喜歡的 黃色小鴨帶動高雄觀光 周邊百貨業績成長兩至三成 迎接大批親子觀光客 觀光工廠的來客數 也成長三倍之多 合作的餐酒館 營業額上漲三成左右 小鴨帶來大量人潮 商家賺寶寶 累得很甘願 TVBS新聞 徐仲林家一也十分小組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